来草草冬街周冠雨 能听到吗 啊能听着说 哎呦本来刚想取消脸脉 我就是你说的寒碘的那不是人 什么什么叫寒碘那不是人 就是我现在这都2024年了 还这小人人心思想往想往这种国外跑的这人 我内心不能够错 咱听听咱听听为啥往国外跑 我还有个疑问啊 就是现在在国外这些人 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你一样是吧 在国内没有特别好机会出去混了十几年 我实话实说我国内也许失败了是吧 国内我没接触过社会 我以为我以为我混不好 就是看见他听过太多故事 负面的也好啥也好 刚接触社会的时候就充满内心中充满灰暗 感觉根本就招架不了 完了就是上到国外 我没接触过 你接触过没有 你说话你接触过吗 身边倒是有这种朋友 你别有朋友啊 小马罐哥 每个人境遇不一样 其实我那时候 我跟我们原来同学说 那我出道记忆巅峰 我上的中专 我吉林音术学院 我上的中专 我学影视表演播间主持 我初来就进吉林这边广播电台了 虽然是怨聘的 那人在台里面说给转正 我都不转了 我上美国去发财去了 我见过啥呀 我接着干的是啥样的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你尝试过 你别听朋友说 他们每个人都不顺东西 你要把你身边十个朋友 二十个朋友 不顺的经历给拿出来 哎呦我姑娘 我原来我干个这个事 哎呦我妈 麻烦死了咋地 你天天 你天天肚子里面 全这玩意你没好 我跟你这么说 没好 我岁数跟你差不多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出去了 现在工作 谈不上好吧 也比较稳定 但是我就是对 横面那些 一门精彩往外跑的这些人 说难听点 就是反感 我也挺反感 但是我毕竟 我也是个曾经跑出去的 我能多反感 不包含我吗 我也是 我曾经不也是 国外月亮比我圆吗 我正经催十年 那个美国 每催催十年 对吧 我挺反感 我现在挺反感 我今天有种朋友 可能就跟之前那叫啥 北极鲜鱼 你知道吧 就跟那情况比较像 别闹别人 你说家里面什么东西 现在哪个东西 给人家死锤了也好 砸地了也罢 就是一老根缝 我跟你说 你说像国外 国外像北极鲜鱼 这种成分的人多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说这个事 存在了一个假定事实 就是你把人家事给做实了 明白吧 你先承认了 你在网上看见的这些东西 网上 互联网上的消息 我可以跟他们告诉你 我是深刻感受过的 就是啥呢 就 以鹅传鹅 以鹅传鹅传道尼尔的 这啥样 我是亲眼看过他们发 前一阵又有个报道 说啥啥啥 到最后 不得而知 我好奇 一篇将近两百字的报道 前面写的证据糟糟 上面啥了吗 就是什么 有鼻子有眼的 到最后来一个 具体情况 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你说啥呀 不得而知你发他干啥呀 就是说这个话 跟耍流氓一样 就是你在互联网上 看着很多炒作的消息 什么也好 咋的也好 就不光是这一个事件 你看见所有的这种 你认为说 你看他家那是有背景 他家那是有钱 你看见这些东西 有几个是你真的知道的 你都是看得不禁要问 我就这么跟你说 你听 你就现在把你满肚子里 满脑子里面 你听过的这种 负面新闻 你第一个说 哪个你亲身知道 哪个你又是在 真正正儿八经的 官方电视台 我看那人家报道 咋说的 有几个呀 到最后 全都是互联网上 这些蹭流量的 什么这个不禁要问 那个媒体主播 啥媒体 这是 到最后 不就是个炒流量的吗 一句不得而知 一句疑似 这就啥 这就把帽子给人扣上 这流量就来了 你问网 你问下面评论那些网友 他能分得清啥 叫疑似吗 疑似这俩字 有多重要吗 我可以告诉你 疑似后面东西 他随便说 最多就道歉 法律责任都不用 听懂了吗 只要他说疑似 你是张三 张三疑似是什么人 怎么找他 怎么可能性 我随便说 说到最后 你就算找个律师 告诉我 我到最后 最多我就是给你道个歉 那不好意思 我的疑似错了 我的信息来源 我怕把东西一删 我流量到了 我粉丝涨了 我该蹭的热度蹭上了 你要先分清楚 谁在说这个话 谁在一有 一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无限把这问题扩大 哥们 这个社会本身三教九流 有钱的没钱的 具有钱的 他都应该存在才合理 不可能所有人都一月挣三千五万 对不对 那你说他家 你说他家有钱的也好 有权的也好 他是什么都合理 没啥不合理的 但是你啥一说 你家你家趁八个亿 他家趁六十个亿 你说这个 这就不合理了 怎么怎么着 你知道人家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人家真的有吗 你是真的该不禁要问的时候 不问了 我宁愿相信有 凭啥呢 为啥一到这个时候 你就相信有了 你告诉我为啥 咱这个国内媒体 确实他妈有点糟糕 老实 所以我告诉你 尤其是现在 尤其是现在互联网上 互联网上鱼龙混杂 什么都有 要看就看官方媒体 剩下那些不禁要问 统统不看 我这个账号属性 你应该不是第一天看 我其实应该做那种不禁要问 我是真看不走 所以不要看那些 所以不要看那些 不要看那些没有用的 官方没说就不要信 剩下所有都是炒流量 最后那一副嘴脸 那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到最后不是啥 不还就是要点流量 要啥呢 到最后不是一副为名请愿的样子 到最后不就是要点灵量 要啥呀 完了好开个小黄车 好好好支持一下货 我支持你 你正能量 你三官正 完了你卖点货 到最后不就这玩意吗 对吧 哪个事你 我这么跟你说 哪天出了个网红 说今天我报道一件事 这件事我跟他死磕到底 他到最后他不给结论出来 我这事跟他没完 我明天发的还是这东西 我啥进展 后天发的还行 那今天这事 明天那事 啥是社会热点 啥是抖音头条 只要在头条上的东西 我必然出来逼次两句 不是一次就怀疑 大批量网络 什么什么的 就没有一句话 为此负责 你看哪 你到现在听过 哪个人 这造谣也好 什么瞎登新闻也好 你这样负责了 为啥不负责 言论自由啊 你到最后了不起 就是道歉嘛 删东西就好了 你告都告不了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见的社会现象 你之所以会有这个负面印象 你说我出国也好 怎么着也好 这就是你的负面现象 国外 我说实话 你要说他比咱好也好 国外老外不长心 跟傻子似的 快乐的二伯一 不长心 他不看 你的不禁要问 我讨厌你嘴脸 我宁可看看小姐姐 人家不看 那个国外不禁要问活不了 国内咱咱这 不禁要问能活得了 那各个都 这屋里面 连你们都算上 有一个算一个 没事 哪个不看点社会热点呢 不看点新闻呢 仿佛明天有一个热点 我落下来 我好像我就好像 我打游戏 我护手没穿 我武器没拿一样 就好像少件装备 没穿一样 别人一讨论 啥社会热点话题 你又不知道 好像咋地 咋的了 谁给你灌输这个 各考试啊 挑你自己高兴的日子过吧 你整自己那么负面干啥呀 对吧 你先想想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亲身建立过负面的东西 没见过的话再好好合计合计你要干的事 OKOK 谢谢 好好去感受一下 回头再看看 再看看你平时听那些新闻的号 再看看他们发的东西 考虑考虑 为啥要这么说 他说的这话究竟为不为此事负责 自媒体 自媒体时代讨厌的就是这个